另外從1月3號從中國入境來台旅客 我們這個採檢的情形 那我們分這個桃園機場跟雙人機場 那桃園機場總有一千零一位 雙人機場有140位 那這一千一百四十一位裡面 陽性數有 204位 陽性數有937位 那我們的陽性率是17.9% 所以從1月1號到1月3號 目前陽性率 是介於17.9%到25.0%以上 指揮官好 想請教一下這兩天的境外移入數 就昨天五百多今年也是蠻高的數字 那 其中有多少是來自那個中國大陸 我們現在有相關的統計嗎 那還有這些那個定序 現在結果出來了嗎 那另外還想再問說 就是剛剛歐盟說 就是有強烈建議就是 會員國可能要對來自中國旅客起飛前兩日內的 那個C 就是新冠陰性的證明 我們也會來參考做這樣子的 那個方式嗎 好 我想我們現在 因為我禮拜一的時候 也說過 我們每一天入境的人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做疫調 所以我們還要回去去 去查他的這個路徑 跟移民署這邊查他的 從前一班的這個 起飛地是哪裡 那所以他不會是每一天很均勻的 但是 根據我們自己的這個現在已有的資料來看 那大致上來講 我們現在境外移入的 以這幾天來看 有一半 大概是一半的比例是來自於中國 那其他的是各國 那大概是一半的比例 那詳細的數字 我想我們會用 一週的方式 一個區間的方式 再跟大家做一個統計 那我們調查清楚之後 再給大家詳細的數字 那麼關於這個定序的問題 那現在正在進行當中 那我想這會是一個持續的工作 因為每一天都有進來 都有新的檢體 那我們最快我們明天會有先有第一批的這個結果 那我們再跟大家做報告 現在正在進行當中 那至於說歐盟他所提出來的說 希望他能夠在出發的這邊就 能夠有驗這個48小時的PCR的這個報告 那我想我們已經 有我們自己的方法 就是說從中國四個航點飛過來直飛的 我們是因為絕大部分都是我們的國人 那我們都是用拓篩PCR的方式 讓他們返國 那麼轉機的我們比較難處理 那所以我們就是用採用48小時的這個PCR 所以在我們有分2塊在處理 目前我們會維持這樣子的 措施 然後再觀察這個實際中國疫情的狀況 再做調整